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就当时咱们知道是个旧王运动啊 新文化运动啊 但是那个时候的社会是什么一个情况 还有一些什么人比较流行在当时 那个于平博后来有个回忆 说他一个班上的同学 他都是新文学的啊 办杂志 一个班办了三个杂志 星朝啊国风啊 都是很大影响的杂志 就一个班就有三派 然后呢 这个还是新文学大学生的 那外面社会上更多的人呢 90%我们上次说过 鸳鸯蝴蝶派 鸳鸯蝶派始终占有着民国读书人口的90% 虽然他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的挑战对手 是他的这个最大的代表人物张恨水 对 真正的大众文学是他们的文学 现在叫畅销书 我总觉得张恨水这路人 相当于就是18世纪末 就像小众马大众马 他们开始报纸连在小说 就传播学写到那一端 就文学 19世纪文学是从这开始的 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好像说什么新派人物 一听说是这个鸳鸯蝴蝶派又出了什么小说 一定是写文章要痛骂的 就觉得又在这个延续那个旧道德 旧风气旧生活 不仅是这个新派的要骂 连鸳鸯蝴蝶派的大师 自己心里还充满犯罪感 你知道这个最有名的那个提校音源吗 提校音源上海新闻报 研读贺跑北京约稿 找张恨水 说上海人要看武侠 所以他里边搞了一个观秀姑 上海一个那个男女恋爱 然后那个樊家素啊 什么什么那个 可他写完小说以后 他说他那个前言 他想用白话文写 当时的邻居就老舍 老舍说好 孤立 用白话文写 就张恨水第一次用白话文写那个序 然后老舍说 你看你的白话文原来写的挺好的嘛 张恨水就很受鼓励 那张恨水那边他不得了 他那个稿费 当时是你知道民国期间稿费 最高记录就是一千字十个银员 一千字十个银员 最高 最高稿费 哪两个人呢 两个人 一个就是提效银员 还有一个是鲁迅申报自由谈 申报自由谈当然搞费 因为短嘛 所以一千字十块也多不了多少 但那个提效银员多少的读者 可是张恨水一直到最近安徽开会 纪念张恨水 苏州有个范博群的学者 非常好研究鸳鸯蝴蝶 据说张恨水后面家人 不欢迎他来开会 因为他们说 说我爸爸不是鸳鸯蝴蝶 那是什么 就是现实主义作家 因为鸳鸯蝶蝶被认为是 被主流认为是一个不应该贴的标签 张恨水后来49年以后就改写 后来不定49年之前就写抗战 八十一梦什么什么 解放后写工商改造什么 拿起来就是 自卑他们就被改造 那个时候张恨水的书好卖 还是鲁迅的书好卖 绝对张恨水的书好卖 你想鲁迅的《纳喊》刚出版的时候 第一版是800本 你能想象吗 就已经震动文坛 已经变成公案了已经 800本只有 他是照了我们刘昌乐老板的话 叫影响有影响的人 影响有影响的人 是这么回事 鲁迅他要给母亲寄书看 寄的是张恨水的小说 对 他母亲看见的就是言情小说 对 还有很多了是吧 鸳鸳呼天派 邱海棠啊 什么 周秀娟 所以张爱玲的特别点 就是他提早解决了这么个问题 就是这个排斥通书文学 你看他的小说一开始是 子罗兰 周秀娟那里发表 所以他后来的书都交给皇冠 这个问题大陆直到80年代才开始正式 我记得那个时候 这个有一个写报告文学出名的作家 说在那沉痛感慨说 我们怎么革命了那么多年 现在大家都还看金庸啊 你知道这个鸳鸳呼天派 这个东西是没格调的 就是说 你们说的这些事啊 就让我想起一个所谓的文化界 这个你看中国人挺有意思 你比如说今天的人们也在说 好比说这个网络上 那么经常会主动在网上发表意见的 其实是人口当中的 肯定是少部分人 所以有人说他仍然有个沉默的大多数嘛 对 那么好比说我们说旧上海 也不是我记得有一老干部也说 说那个他们写的那生活 当时上海百分之八九十的人民 过得也不是这样的生活呀 你再讲五四 就所谓这个思想的影响闹运动了 可是当然当时全国这个四万万 多少普通老百姓 还是绝大多数人 他是没有什么声音的 是我最想知道的就是五四一个原生态 就是当五四北京城里有这么一帮文人在那闹的时候 整个中国的日常形式是什么样子 对对对 比方大家再看张恒水的书 然后等到张爱玲在孤岛时期开始走红的时候 那又是什么人在读他书 就是你说的 就不是沉默的大多数 就是他们是不被知道的 但他们是最真实的人群 对就过日子的嘛 现在有很多大学的研究做这方面就回到原生态 回到现场 那其实也不是太难就是你把鲁迅的杂文啊 你不要看鲁迅全集 你找他他最早发表的地方 对 比方声报自由谈 你就会发现在鲁迅这个所谓战斗文章旁边 是一个防治梅毒的一个什么广告 旁边下面是化妆品 没错没错 你对不对 然后前面征婚启示 就等于是新闻联播旁边就有强强三人写 把我装没读了吗 那时候叫花边文学 你知道这个中国历来就是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装部鞋 那个鞋部嘛 我怎么觉得 一装一鞋嘛 新派学者 维城里也说嘛 好像回国喜欢谈梅毒 也许是一个报纸上常见 你看那个时候 当时的艾滋 主流的文艺杂志 你把它拿出来翻 其实鲁迅也只是几十篇里面的一篇 能请到的还不容易 好几期都没有他 所以我们现在知道的一个五四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稀薄的 提炼出来那几个人几件事情 倒过来倒过去在那儿讲 大部分人是怎么算 但是也有一个细节可以回到现场 妈妈跟我说过 她说他们那个时候 她跟我描写的画面 我一直觉得很不可思议 就是说坐黄包车 然后穿着那个皮的皮草的那个衣服 手里拿着当时的名贵的包 但包里边有一本家 但我说你们那时候读家干什么 反封建 然后另外这个是时髦 是不是那个时候就比如读家的青年 他是比较像今天咱们认为比较新潮的 比较前卫的那么一拨 但问题是他们坐着黄包车穿着皮大衣 他们根本没走那条革命的路 他们在享受自然阶级的生活 可是他们还读这个书 来维持他们的一个精神平衡 这是真的事情 所以我就在想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这代人在反思这个五四的时候 他一定要有的 就是当时文学的作用被太夸张了 它跟历史的关系 跟革命的关系 跟国家的关系 太夸张了 我们从小是看革命电影长大的 然后看革命教科书 所以他五四绑在那个上头 就是五四是这么回事 你刚才说那个例子 等于我在美国还听国内来的朋友说 现在你逮了一个小姐皮包翻开来 一个口红 一个避孕套 然后一个文化鼓励 文化鼓励 有追求 有追枪枪三人行 我不知道是真的要见的 这个很难想象 你包括当时的这个政府 又是个怎么个情况 你比如说火烧赵家楼之后 我那天看了一段 说当时的警察总监 叫什么吴炳香的 好像是什么名 大概是这么一名 吴炳香到时候都能说出什么话来 就是说抓了学生 蔡元培他们去保人 然后全国各地不是罢工罢事罢课吗 然后这个警察总监呢 就跑去跟那个时候的老大头 也说 说这不行了 这事在闹大了 我可弄不住了 然后说就放人 放人 先把学生给放了 然后哪种话都说得出来 他说你跟那帮闹事的学生说 就是明天如果不放人 我吴炳香就是他们儿子 我觉得那时候很有意思的 是他也是有妥协的成分 其实我一直很注意 五四主要还是清末民初的时候 其实中国那时候真的是个新国家 新国家吗 新国当然共和国 中华民国是共和国 共和政体出现的 对 所以对中国人来说 一切都是新的 马路上有警察就是一件新的事情 有外交部就是新的事情 然后有大学都是新的事情 一切都是新的事情 大学画报 画报 这个都是很重要 而且最主要还不单是政府 最主要是大家的个想象 因为我们原来是老大帝国 但那个时候 一下子要变成少年中国 少年中国梦 是那一代毛泽东 他们这一代的梦 而且那个时候我还见到过 就说是周作人的日记里 还会有今日毛泽东军来访 他还会有这种 当时毛泽东好像就是个学生 后来他做国民党宣传部长 他做到很高 你要看那会儿的交友路和交际圈 你不能想象的 就是各种不同政治阵营 各种畜生背景不同的人 学问背景不同的人 那种关系 根本不是我们在正规文本上 能够看到的那样子 像在报纸上发表论件 你像被遮蔽 我就记得前不久 那个沈定一 还有就比方说周佛海 这些都是最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人 参与建立 就一块开会小房间里面 第一次党开会 后来都走掉了 还有一个姓张的 我一下忘了 最吃亏的是矛盾 张国焘 不是张国焘 张国焘也参与 张国焘也是 那个最吃亏是矛盾 矛盾在那个 21年71之前 就已经参加了 陈旺道主持的那个 筹备这个中共第一次 这个很老的 那个委员会 可是他当时啊 他就参加了那个 那个他编小说《月报》嘛 他忙着编小说《月报》 居然错过了第一次党代会 他不知道他错过了什么 他第二 他第二次错过更惨 27年北伐时候 不是蒋介石在上海清党了吗 412 他那时候在武汉 汪精卫那个时候 还有国共合作 《明国日报》他主编呢 他其实是接受董必武的指挥的 《明国日报》当时是 国民党的中央报纸 他总编 接到一通知 叫他赶到南昌去 在8月1号之前 要赶到南昌 咱现在都知道 这是干什么的 他不知道 糊里糊涂带了个女生上了庐山了 这后来都有文章嘛 从孤岭到东京吧 上了庐山了 你知道他 你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 肠子都回去了 下来团上把那笔党交给他钱又丢了 所以后来不就脱党很多年到八十年代零去世前 要求恢复党籍的胡 胡耀邦总书记就给他恢复党籍 从二一年算起 咱矛盾先生啊 哎呦 哪想得到啊 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他是一种面临这个众多选择的 这么一个地方 今天我跟你们混混 明天看你们不靠谱 我跟那帮人混混 他这就这一个 他倒也没有 但是就是历史是后来去 真的你我我们后来一直在想你接到电报 你怎么不去南昌了 叶挺周恩来 他们都在那里啊 气好坏也容易上将啊 对不对 哎这个那个时候 所以咱们就讲这个社会生态啊 确实是很有意思 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现在重新回头看 我比方我现在重新看日记九种 这个于达夫当时追王应霞 王应霞不理他 然后呢 他晚上就去找妓女在福州路 一起去唱歌 他也不睡就去唱歌 然后又去跟徐志摩认识的一个什么女的 就说一天 然后又去 他说他自己又去抽鸦片 又写在日记里面 你说那时候做男人是 好像比现在要要自由一点 他这几样事情 现在的人要做也不敢说啊 他那时候照样就把这几件事情都说出来 怎么来理解他 他做的这几件事情的白天呢 他在创作社总部写文章 无产阶级革命 准备欢迎北伐军到上海 哎呦 什么都不耽误 白天革命晚上泡妞 不是泡妞啊 他追求不成 他姐妹在福州路 然后跟着那个人还去凑鸦片 日记全写下来 不是那个时候是不是有一种社会风气 就是以这个充决网罗为荣呢 你比如说我感觉 像你说这事 像徐志摩当年跟陆小曼 我就看就为了陆小曼 跟他这个老公离婚呢 因为这离了婚才能在一起嘛 哎呦顶着那个社会的压力啊 两个人是较这个劲呢 就这几年 而且你想那个时候什么 梁启超都写信给这个徐志摩 让他不要去去追什么梁慧英等等 是不是当时 但是我又知道当时的社会 这个要说保守 那比今天保守多了吧 但是这些人为什么 未必是充决网罗 未必有网罗 那个时候没网罗 没网罗 要不怎么跑来跑去这么容易呢 对 出局入局 那个那个丁玲 沈从文 胡也平 三个人住在一起 后来丁玲跟沈从文 跟那个胡也平结婚了 这个都有很多回忆录 那个沙菲女士日记里边 现在描写说 沙菲见到了那个男的 那个叫林吉士 他说看着他嘴唇就像 这个女孩子就说 我想像吃糖果一样 我到现在还问客上的同学 香港的同学 几十年 那么多年后 我说你们哪位女生 见到一个男的 你会想着他的嘴唇 你像吃糖果一样 而会把它写在 今天晚上的博客里面 大概只有两三个女生 摇摇晃晃的 举个手 90年过去了 回顾那个时代 真是一个非常 其实能不能说 在那个时候出现了一种 自由的这么一个真空期 在某些人当中 我说这就是 他们不好讲的人 这批过来人 到后来我相信 他们吃闷亏 他们讲不出来 他们回头想 他们在此前的日子 太多的选择 太多的进退的余地 然后才能干这么多事 然后见这么多人 他们讲不出来 我跟你说 所以我为什么特别重视 胡兰城 胡兰城他在今生今世里面 我看的到注意力 不是他自己怎么样 当然也很有意思了 就是他自理行情 透出来他生活那时候的空间 因为你看他在五四是个小孩 轮不上跟五四的忙人玩 然后他要往左翼那边走 他也有机会 他在广西生病的时候 他说我只有一个念头 生完病我到延安去 这是一个消息 胡兰城还曾经想象 当然 后来他看到解放军进来 他也很喜欢的民间起兵 一股洋气 然后他怎么进入汪伪政权 他这个过程 你也可以去想 当时有一个青年 你要不往共产党那边走 要不往国民政府那边走 他两边比比 大概他要怎么样 他要有什么报复的话 这路太长了 然后忽然汪伪政府起来 咱们不做是非判断的话 就当时一个青年 在抗战时期 他30出头 五四时期大概十来岁 你想想看 他在那个空间里面 他又有报复 有才华 他想做点什么事情 好像后来 他还收给梁寿明看 还希望毛泽东能谈谈 他的国家策略 所以你说 五四被遮蔽的人 我们今天为什么 对张爱玲胡兰城感兴趣 然后文革结束以后 为什么对沈从文 钱中书感兴趣 无非就是在一个大叙述当中 他们不在 然后忽然发现 那个时候有这样的人 拿来一看挺好看 看得下去 太多了 文学圈就这么几个人 就为什么到现在 大家对他们的兴趣 还那么浓厚 大家现在未必对 比方说主流叙述那些人 有多大兴趣 现在还有多少人 特别对比方 玉达夫感兴趣 甚至对罗逊感兴趣 未必 可是小团圆一出来 大家都去看看 看看究竟 所以其实都是因为 遮蔽的原因 都是在当时被遮蔽 出土文物等于 这就等于说 是时代大潮 是吧 五四一世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为什么我又听你聊 说是在有心人眼里 经历过的人 说五四那个时候 真是一个黄金时代 可为 可为 就是你有抱负 你有才华 然后你有路子 你有机会 很多人 你仔细去看他们的传记 他就做成了 然后你翻回来 到我们现在的处境里 你一核对 这都是我们现在 不可能的事情 他要做就争取做 他要到一个地方 他就真的可以去 然后出了事 他可以跑出来 然后有了机会 他又可以再翻回去 但有很多人 到晚年也后悔 也忏悔徐秋白多余的话 陈独秀晚年的著作 对他自己早年的 很多想法 那是什么呢 就是他机会多到 就最后你命都搭进去 谁和命搭进去 五四时代 很危险的一个时代 尤其是二三十年代 你想想是 柔石这些人 就命搭进去了 开了几次会 印了几根小册子 等绑起来去杀头的时候 完了 太多这样的人了 忽兰城都说 是国民党那会 杀了很多五四青年 就混乱当中杀了很多 很单纯很单纯的人 讲黄金时代 我有时候想想 其实我们今天活的每个人 自己都有一个五四 就是我们自己都有一个 年轻的选择的 这么一个时期 就是说你在那个 你人生总有一个时候 你觉得有很多路在你的面前 对 对 你想做这个 你可以想很高很高的事情 对 随着年龄 随着这些机会的实现 你会发现你的路 变得越来越窄 越来越窄 你的理想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然后你再回想 每个人自己的五四 四人五四 五四加起来就是二十嘛 就这个时候 珍惜自己的这个黄金时代 就是说人现在 据说有个电视台 要办一个节目 叫成年礼 就是让年轻的人 找不到方向的人来成年 什么叫成年 是可以有性行为 是经济独立 但是还有更重要一点 就是说 你可以参与社会 你可以参与政治 你可以做一个自己的选择 自己的承担 你不仅被照顾 你要有所承担 所以其实选择就是承担 对 哎呦 这就是千万条道路 摆在面前 五四时候可真是啊 那是一个国家的二十 对对对 也是国家的二十 对 这些人们的行为加起来 就是那个时候国家的选择 就像人物进播出 走向2010 每个人的次元 哎呦 咱们过了就过了 可惜咱们就过了 可能知道老师 多余的话 说了半天都是多余的话 好 咱们过来